好 第一局比赛开始 红角选手袁磊磊石也是李东铭的高徒 我们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很有看点的 因为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一次的散法斗的比赛或者是拳凳界的比赛是民师云集 也是很多高手带队 刚才红方运动员出的拳明显的分两个重 蓝方运动员要小心 尤其是前拳 对方红方的前拳摆拳非常重 要防止对方被对方KO 是的 要知道袁磊磊的师傅李东铭 当年做运动员的时候打的是85公斤级 比他弟子打的级别还要大 全腿都很重 有铁化银钩支撑 刚才厂上裁判 喊停对方有一个摔的动作 这一下直接他是踢到了这个鼓四头颈 但是居然这一下可能毁伤力非常大 力度非常大 对 这一脚 是 是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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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刚才运动员出现了一个 好 9 是 比赛结束 比赛结束 1 1 1 2 2 1 1 1 2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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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次的比赛 这次的比赛 比赛 其实就没想到 唱词之间就有结束了 我们告诉老赌决实技高一筹 通过扫兵完美的结果比赛 来解决一下这次比赛的最终结果 就是 红条来自山头女权的原位为 放动第一排手 放下 非常棒的 大家一起重极 让我们来一下